今天有個十四梗 傳得很快 就是林志玲嫁出去了 這十四梗很多 發現大家開始在傳傳傳 我聽到一個笑話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大家就用 現在很流行用手寫的 他用手寫寫著 林志玲終於結婚了 我終於放心了 因為我一直以為他在等我 聽起來就還蠻搞笑的 這個世界其實沒那麼難 寫字也沒那麼難 就看你用什麼心態看 你用樂觀的心態去看 你就覺得人生還真的不錯 不樂觀來看 人生都是悲慘 不過這說來容易做來難 像我自己在做這個 也都是阿 你丟到視頻丟上去的 就有人批評 批評你說要無視他 其實也很難 只能說算了算了算了 但是有時候想一想心情也不太好 所以你要自己想辦法嘗試調整自己的心情 不然你就會跟這個字一樣 累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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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每天都好累 心力交瘁 力可以交瘁 心不要 心還是要坦然 雖然很難阿 以前阿 我們看布袋西阿 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話就是 人不染風塵阿 風塵耶 自染人阿 人在這個社會上 你也許不想惹是生非 但是那個是非總是會跑到你身上來 雖然不是你惹的 可是他就會來 人是不染風塵 風塵阿 自己會跑過來的 風塵自染人阿 所以這事情就是樂觀 只有樂觀才能打敗阿 這個字阿 這個字不好寫 不好寫 並不是因為這個字筆畫很多 討厭的是旁邊那個漆阿 那個捲起來的那個位置 因為它這裡有一個捲起來的動作 這個很討厭 因為那個捲起來什麼筆畫都難寫 你看看起來就很討厭 最討厭就是那個捲起來 可是它又不能不捲 它就是有捲阿 你不捲又覺得少一個筆畫 捲了又覺得 哇 真是累贅阿 有些字喔 怎麼寫都難寫 怎麼看都難看 有些字啊 怎麼寫都好寫 怎麼看都好看 真的喔 跟人一樣 還真的是有天生的 雖然你可以用後天的方式 在造型上加點挪移阿 改變阿 讓它看起來比較好看 可是有些字真的很難挪 挪完後去你也覺得不滿意 看起來就是覺得難堪 哎呀 這先天的限制阿 人生啊 最好像這個字啊 歡 看起來每天都很高興 當然這是不可能的 每天都歡樂那也無聊阿 其實也蠻無聊的 就是有時候要辛苦 有時候要收割 有時候播種 有時候收割 有時候流汗 有時候收成 這個一定要有這種過程阿 每天沒事也是無聊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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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來扭去 扭來扭去以後就要開始正常一點了 不要從頭扭到尾 我剛剛說的曲阿 寫得 滿 不太一樣阿 照寫就好了 有些字他剛好寫過你就照寫 這個地方寫成這樣子 真的有啊 真的有寫這個喔 真的有寫這個喔 荷花荷 好 這隻腳可以拉長一點 這邊 日通常寫得比較強 好 這裡 這裡就可能會亂成一團 這樣筆畫通常都很多阿 好 好 好 寫字本來應該要筆順喔 但有時候為了好寫喔 會犧牲筆順啦 特別明顯 專書的筆順有時候我寫起來是 我也不敢說我是對的 所以如果你覺得不妥 就照你自己的方式 不用照我的 我的不是標準 只是我自己的習慣 這有可以寫短 因為下面有拉長 想讓它有點對稱 也不是對稱 對比 因為下面拉長 上面故意寫短 這個左右沒有一定要對稱 在無昌說對稱這兩個字很少用 它經常都長長短短的 跟一般的書法家寫傳書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看這些偉大的書法家的創作作品的時候 就覺得可以想到這樣來創作 真的不容易 確實不容易 現代人都一天到晚都想創作 可是又創作不出什麼來 我想表達的是 這些偉大的書法家 他的創作並不是為了創作而創作 而是因為他寫出一般人做不出來的事情 所以他變成為一種創作 所以他當時不是為了要創一個 大家做不出來的東西 而是他自己有能力做出了一個 跟人家不一樣的東西以後 才被稱為創作 也就是他不是為了創作而創作 他自然的創作出來 跟我們現在 很努力的想要創作 這個不一樣喔 一個是水到渠成 一個只是鼓努為力而已 不太一樣 像吳昌碩這種 寫到一個程度了 然後就變成一個風格 其實真的不容易 當然我們也希望有一天能跟他一樣 但是事實上是很難的 我常笑說 立志成為書法家的人 沒有一個人成為書法家 都是那些沒有立志的人 然後就不小心寫得很好 被人家稱讚的人 倒是還比較多 我常常勸寫書法的人 不要立志當書法家 一點意義都沒有 因為通常立志的人 都不會成功 如果你真的喜歡 就有成功的一天 不是靠你立不立志啊 你要真的喜歡你就會拼命寫 你才不管他到底怎麼樣 不求回報 不是說我希望成為書法家 就能成為書法家 所以你必須要真的喜歡寫字 愛上書法 無條件的寫書法 這樣機會比較大 真的成功的機會比較大 所謂成功就是 你自己會覺得值得 這種機會比較大 我們常常看到很多偉大的書法家 每次在評論自己的字 他都覺得我的字不是最好 他最好的可能是詩 最好的可能是畫 書法不是最好的 可是在我們眼光 確實認為他書法最好 所以有時候 不是刻意的反而是最好的 你刻意啊 反而人家覺得那個又不好 因為木出現次數比較多 所以有時候會 故意寫得有點不太一樣 有時候書法是在訓耀自己的變化能力 書法的變化能力啊 是要靠強大的技術能力來配合 還有強烈的經驗 寫字經驗 因為你要必須要 喔原來可以這樣 喔原來可以這樣 那你才能變得出東西來 如果你寫得太少 你就是搞不清楚 到底還可以怎麼寫 寫得多你就知道 原來還有別人用過什麼方法 所以學書法第一個技術 第二個還是技術 第三個才是自己性靈的發揮 你要擁有強大的技術才跟我討論說 我怎麼表現出我個人的特色 那如果都沒有技術啊 你沒什麼特色可言 都在亂寫啊 一個擁有眾多技術的能力啊 這樣才有辦法輕鬆揮灑 你絕對不是拿一支筆來就開始說 我要高興怎麼寫就怎麼寫 那個是沒意義的 基本上那只能稱為塗鴉啦 war在這igs盤的角色 很重 有差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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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